功成身退,必获自保,避免与敌手正面相撞,不仅仅体现的是一种智慧,也体现的是一个人的胸襟,特别是在你已经预见到了将来的生存危机,而你想追求的又是另外一种生活的时候,不妨做个有先见之明的人,在恰当的时候选择毫不犹豫的功成身退。 现在的社会给我们提供了相当宽松的环境和各种各样的机遇,能不能够把握住有利的时机,关键还在于个人。 韬惠有度,进退有方 狼性的多变转化为做事,其实也就是韬惠有度。 韬惠,即在行事不利于自己的时候,表面上装疯卖傻,给人以碌碌无为的印象,隐藏自己的才能,掩盖内心的真实报复,以免引起对手或政敌的警觉。 耐心等待,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不失为一种变通的好方法。 或许有人会说,这样一来,不就有窝囊之嫌了吗? 其实不然,面对猖獗的恶势力,只知道躲避,退缩,而永远都不敢挺身而出,无所作为者,为之窝囊。 而善于从容退让,暂时忍受屈辱,暗地里默默积蓄力量,等候转败为胜的时机,这也不是窝囊,而是忍辱负重。 此一韬惠之计,是大智大勇之表现。 韬惠,从字面上来解释,是隐藏伪装的意思。 春秋时代的老子曾有一段名年,错其锐,解其分,何其光,同其尘,是位玄同。 此即韬惠之术最早的理论化总结。 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人们的真实面貌和目的常常需要用假象掩盖。 中国古代的权术家们很早就学会了在政治斗争实践中运用韬惠的手段, 从志向、才能、名望、感情、生理等各个角度和侧面进行演示和伪装,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斯坎德是中世纪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英雄,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曾经作为土耳其、苏丹的宠臣,统治着阿尔巴尼亚的人民。 当时,土耳其已经侵占了阿尔巴尼亚,为什么斯坎德甘心情愿地为其主子效劳呢? 既然他是侵略者的一个工具,为什么又会被称为民族英雄呢? 其实,对于土耳其侵略阿尔巴尼亚的行径,斯坎德是深恶痛绝的, 尤其是在他幼年的时候,曾被作为人质扣留在土耳其。 仇恨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他的心坎中,但他是个有心计的人, 使用韬惠之术取得了土耳其苏丹的欢心。 苏丹送他进军事学校学习,并唯以重任。 他也延然以土耳其的贵族自居,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一个阿尔巴尼亚人。 忘了土耳其对自己民族的侵略。 在取得土耳其苏丹的信任,特别是当上了阿尔巴尼亚行政长官之后, 斯坎德就开始与各地的反土耳其力量联络, 百姓们也希望他能够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进行复国运动。 但斯坎德认为时机还未成熟,不能轻举妄动,否则就要前功尽弃。 而且还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 后来,被土耳其占领的匈牙利人民爆发了起义, 战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土耳其统治者为了镇压起义, 从阿尔巴尼亚抽掉兵力。 斯坎德认为反土的时机已到, 他从紧张的前线抽兵回蒂拉纳,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控制了阿尔巴尼亚的所有军事要材, 完成了国家复兴的任务。 土耳其调集大量军队攻打阿尔巴尼亚, 斯坎德将部队化整为零, 巧妙地隐藏起来, 并且传出风声。 斯坎德已经躲进深山老林, 其实, 这不过是斯坎德的右翼韬略之机。 他自知不是土耳其军的对手, 也了解阿尔巴尼亚各部族首领的妥协动摇性, 所以从公开的战场转入到地下斗争。 他不失时机地调动部队, 并加以集结和训练, 正当土耳其庆贺再次征服阿尔巴尼亚时, 斯坎德的大军犹如从天而降一般出现在蒂拉纳附近, 包围了目瞪口呆的土耳其人。 这次战争胜利以后, 斯坎德牢牢地控制了阿尔巴尼亚的局面, 不仅是侵略者闻风丧胆, 那些动摇和妥协的贵族也信服了斯坎德。 一个兴起的阿尔巴尼亚在欧洲逐步强大起来,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 如果斯坎德没有韬惠之策, 他能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就是一个未知数了。 在下面的故事中, 我们将看到聪明的村长是怎样运用智谋, 十分巧妙地将自己真实求人的意图隐藏起来, 而以假象迷惑对方, 以此稳定他人情绪, 确保其沿着自己的思考轨迹行动, 实现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 有一个村子里种植的苹果树, 杰出的苹果个儿大, 味儿甜, 在市场上销路很好, 占领了很大的市场份额, 但是由于该村的道路不好, 往外运输时总是很不方便, 影响了苹果产业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 村支部决定向乡里申请经费, 为村里修一条柏油路。 申请了好几次, 无奈乡政府均以资金不够, 项目太多, 排后在意, 而婉拒。 眼看着苹果销路那么好, 可就是难以运输。 村支部一般人很着急, 便想出了一条计策。 一天, 村长亲自带着一大落请柬来到乡政府, 把乡里的大小领导都请了个便, 邀请领导参观考察, 苹果产业的发展并举行苹果展览会。 这样的好事, 乡领导当然是欣然赴约, 通往此村的道路太差了, 领导们一路颠簸, 尝到了这条路的苦头。 不过, 该村的苹果一条龙的发展模式, 还真是有看头, 有前途。 乡领导们对这个村的苹果产业赞赏不已。 这次展览会之后, 该村的苹果产业很快惊动了县领导。 县领导班子决定两个月后参观一下这个远近闻名的苹果村。 乡政府的领导听说了这件事以后,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该村的道路问题。 如果县上的领导再看到那样的路, 肯定会怪乡里的工作没做好, 乡政府就要倒霉了, 于是紧急开会研究修路的问题。 结果短短的两天内, 资金全部到位, 第三天就开了工, 在领导来参观之前, 终于修好了这条路。 这个村长可以说是个很聪明的人, 他并没有直接要求乡领导拨款修路, 而是以请领导参观指导为引子, 并以县领导来参观为名。 乡政府就是再不想修路, 也不得不修了, 因为那可能关系到他们的乌纱帽的问题。 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事业上, 我们向对方表达可以利用多种假象隐藏真实意图, 并用各种方法揭起别人的热情, 为我们的成功打下基础, 这也是陶会之际的最佳效果。 雷特是格里来办的纽约论坛的总编辑, 当时身边缺少一位精明能干的助手, 他的目标瞄准了年轻的约翰海, 他需要约翰帮助自己成名, 帮助格里来成为这家大报的成功出版家。 而当时, 约翰刚从马德坦克辞去外交官职, 准备回到家乡做一名律师。 怎样才能将约翰留在报社里任职呢? 雷特就请他到联盟俱乐部吃饭, 饭后, 他提议约翰到报社去玩玩, 那时恰巧国外新闻编辑不在, 这时他有机会从许多电讯中间找到一条重要消息对约翰说, 请坐下来为明天的报纸写一段关于这条消息的社论吧。 对于这个请求, 约翰当然是没办法拒绝的, 于是提笔写了起来。 社论写得很棒, 格里来看后也很赞赏, 于是, 雷特提议约翰先不要急着回家, 在这儿帮几天忙。 渐渐的, 约翰感到做新闻记者很有乐趣, 也很应手, 于是就留在了报社。 从雷特巧妙求助理的这件小事中, 我们可以看到, 雷特正是已绕开对方不应允的事情, 而拟定一个虚假的目的做幌子, 让对方接受下来, 从而达到真实目的之策略, 最终得到了这个不错的助手。 当年, 郑庄公准备讨伐许国, 战争前, 他先在国都组织比赛, 挑选先行官, 众将一听, 露脸立功的机会来了, 都跃跃欲试, 准备再次一线伸手。 第一项目是基建格斗, 众将都使出浑身解数, 只见短剑飞舞, 盾牌晃动, 都来冲去。 经过轮番比试, 选出来六个人参加下一轮的比赛。 第二个项目是比试射箭, 取胜的六名将领各射三箭, 以射中靶心者为胜。 有的射中靶鞭, 有的射中靶心。 第五位上来射箭的是公孙子都, 他武艺高强, 年轻气盛, 向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只见他搭弓上箭, 三箭连中靶心。 他昂着头, 挑了最后那位射手一眼, 心想, 看老头那样子胜出的肯定是自己, 于是就退下去了。 最后那位射手叫做银考书, 是个胡子花白的老人, 但他曾劝庄公与母亲和解, 庄公很看重他。 银考书上前, 不慌不忙, 嗖嗖嗖三箭射去, 也连中靶心, 与公孙子都打了个平手, 不分胜负。 庄公看只剩下他们两个了, 就派人拉出一辆战车来, 说, 你们二人站在百步开外, 同时来抢这部战车, 谁抢到手, 谁就是先行官。 公孙子都轻蔑地看了一眼, 就开始抢。 哪只跑了一半, 公孙子都脚下一滑, 跌了个跟头。 等爬起来再去抢时, 银考书已将车抢在了手里。 公孙子都哪里扶起, 踢了长俭就来夺车。 银考书一看, 拉起车飞步跑去, 庄公盲派人阻止, 认为这一轮是银考书胜注, 就宣布银考书为先行官。 公孙子都因此对银考书怀恨在心。 银考书果然没有辜负庄公的期望, 在进宫许国都城时, 手举大旗率先从云梯上冲上许都城头, 眼见银考书就要大功告成又立下一大战功。 公孙子都嫉妒地心里发疼, 竟抽出剑来, 搭弓瞄准城头上的银考书射去, 一下子把银考书射了个透心梁, 从城头栽了下来。 另一位大将, 霞树营以为银考书被许冰射中身亡了, 忙拿起战机, 又指挥士族冲城, 终于攻下了许都。 常言道, 花药开到半开, 酒药喝到半岁, 凡是鲜花盛开, 娇艳的时候, 不是立即被人采摘而去, 就是衰败的开始。 人生也是这样,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不要把自己看成是救国济民的圣人君子似的, 还是收敛你的锋芒, 掩饰你的才华, 低调做人吧。 在现代这个社会, 这个道理仍然适用, 你不漏锋芒, 可能永远得不到众人, 你锋芒太露, 却又易招人陷害, 虽容易取得暂时成功, 却也是在自觉坟墓, 当你施展自己的才华时, 也就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所以, 才华显露, 要适可而止, 然而, 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恰到好处, 如果没有掌握好分寸, 反而会将事情作洒, 厮骨良筋, 以事为鉴, 以事明理, 以理事人, 综合时事, 与时俱进, 寻寻善诱, 金言玉语可谓很多, 无论是在激烈的残酷的政治斗争中, 还是在平凡的现实生活中, 都应懂得进退之道和韬惠之计, 以便保存自身图谋长远, 韬惠之计注就了无数的成功者, 所以, 要想成功的我们, 更应该认真学习这一法则, 韬惠之计, 又因其极大的隐蔽性, 而具有极强的时效性, 它往往攻其不备, 而出其至胜, 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正确使用韬惠之计, 是把握中国古代人生智慧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然, 区分在使用韬惠之计经验时的真实目的, 也是必要的, 因为任何手段, 只是达到目的的途径, 目的本身要合乎道德, 韬惠有度, 永远是智慧的行斥之一, 也是狼性智慧深层次的延伸, 突破常规, 敢于创新, 常规是束缚创造力的关键, 如果我们能够打破常规, 充诸重围, 我们就可以开启成功的大门, 否则, 我们永远只能在成功的边缘徘徊, 狼是非常聪明的动物, 并且很有勇气, 世俗约束是人类发展最沉重的枷锁, 而狼却不相信这些, 人和狼的最大差别不在智力和力量, 而是勇气, 是挣脱世俗的勇气, 是特立独行的勇气, 是突破常规的勇气, 是挑战庸俗的勇气, 是敢于创新的勇气, 在狼的眼睛里, 只有将来, 只有生存的欲望, 所谓的世俗常规, 在他们眼里是一文不值的, 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现代社会时不我待, 成功者千差万别, 却有一定之规, 成功秘诀何在? 世界顶级管理者一语道破地说, 一朝鲜吃遍天, 成功之路就在脚下, 在经济学界有个故事流传甚广, 英美两个制协公司为了扩展业务, 各派出一名业务员到同一个非洲岛国进行市场调查, 在那里, 两人同时发现了一个现象, 岛上的居民都没有穿鞋子, 英国人认为, 这个岛上的居民不需要鞋子, 根本没有市场, 就十分沮丧地打道回府了, 那个美国人却异常兴奋地报告总部, 说这里市场潜力很大, 因为岛上的居民没有穿过鞋子, 自己要留下来筹建分支机构, 其实, 很多机会存在于细眉之处, 只有细心的人用创新的思维才能发现并利用它, 美国人发现市场空缺并准备介入, 高人一筹之处在于, 他有创新的思维并没有没守成规, 而这正是那个英国人所缺乏的, 常规是被众多人认定的, 但是, 能够赢得精彩的人生, 创造辉煌事业的人, 恰恰只是少数, 曾经有一位社会学家调查后得出结论, 凡是能够成功打破常规的人, 几乎都赢得了成功, 古希腊的佛里几亚王国, 葛蒂世以非常巧妙的方法在战车的鳄打了一串结, 他预言, 谁能打开这个结就可以征服亚洲, 一直到公元前三三四年, 还没有一个人能将绳结打开, 这时, 亚历山大率金入侵小亚细亚, 他来到葛蒂世绳结前不加思索, 便拔剑砍断了它, 后来他果然一举占领了比希腊大五十倍的波斯帝国, 亚历山大果断地剑砍绳结, 说明正是他舍弃了传统的思维方式, 打破常规, 不能成其大业, 人生不能一味地按着某种教条过日子, 摆脱救俗就会有所超越, 有时明智地退, 恰恰是为了更好的劲, 用变革的眼光去把握一切, 你往往会出其不意地找到成功的源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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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